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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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段就是說 百逆總有一輸 萬一被抓到 高手是這樣 死都不承認 而且還先把老婆撞 頭拿去撞牆 你根本不知道 你看到的是什麼 你不要相信你看到的 死都不要承認 你完全都不知道你在看什麼 這張有用 因為我們都會以為說 腦羞成 就是以為說 理直氣壯就不是有做 沒有但前提之下是 沒有任何證據落在你老婆手上 只是他已經 也許他已經 懷疑 或是說真的只是眼睛 稍微瞄到 或不是很確定的狀況下 你才可以打死不承認 而且有一個長輩說 他告誡所有的男人 一定要打死不承認 他說如果你承認了 一輩子被唸 如果你不承認 否認到底 那你就是被懷疑一陣子 被唸幾天 懷疑一陣子跟唸一輩子 真的差別很大 他說其實女人不希望你承認 他在心裡 一直懷疑你 一直問你 即便真的有 也不要承認 都不要承認 女人希望這樣的結果 對 女人不是要那個 yes的答案 他就是要no的答案 你多講幾遍他就算了 就是一輩子才一陣子 你要選哪一個 當然是一陣子 但是他說千萬打死不認 女人容易被催眠 所以我覺得外遇不要亢之後 男人都 那個說詞其實都差不多 第一 一開始我剛剛說了 他在外遇當中 他一定會把那個女的 就說他是保險員 一旦不要承認 甚至女的找到家裡來 跟原配都對職了 他還是會說 那女的是神經病 是瘋子 你覺得我怎麼可能 跟他在一起 可是女的就寧願選擇相信 他寧願 他覺得半信半疑 但他覺得這樣子 他才能繼續活下去 是美 派姐 時間所剩不多 我們一直在講 外遇通常是男人 所以你們會講什麼 男人外遇要怎麼抓他簡訊 女人外遇 像我們身為老公 要怎麼去發現老婆有異樣啊 沒有辦法 除了那個燈之外 其實女人 一定也會有 那個燈難道要回去照老婆嗎 很多女生 因為我就說 我那個朋友開飯店 他說很多女生都是 假裝出來買菜 都脫個菜籃子 然後都跟那個男朋友 對啊 到早就去 早上約會 早上約會 然後做了一次 然後菜還是買回去 老公都不知道 女生比較厲害 我上次不可以講 兩件貂皮大衣的故事嗎 早上帶男朋友去買貂皮大衣 五千塊美金 下午帶老公去買 還是買同樣一件 五千塊美金 第二天拿一件來退 得到五千塊美金的現金 又得到一件貂皮大衣 所以他每次穿那件出來 不管跟誰出去 所以我穿那件 所以我 今天送我上次買的 對啊 好幸福喔 好高喔 真的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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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賽 一十二鳥 使用那個店員打穿 店員不要不要糠就好了 沒有 可是我覺得 女生還是會有一些破綻 就是說 所以你開始講話 美人 人家會看你的節目 原諒老公 人家也會看你的節目 去買那個貂皮大衣 所以你跟那個店員 一定要有很好的合作關係 跟默契 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因為他得到業績 而且店員這個 比較困難的是 在台灣真的貂皮大衣不太適合 而且為了保護動物 我們還是不要穿皮長 那我不會買同樣的大衣就好 不要買貂皮大衣 包包就好了 包包 一樣意思啊 一個賣掉 一個留著用 對啊 還會現金 皮物都有了 怎麼發現老婆有一樣 我剛剛有提到 我覺得女生跟男生 還是有差別 因為男生體力比較好 他比如說他真的約會的話 他跟你說他在應酬什麼的 可是就像我們剛剛講 女生很難講說你去應酬 因為老公覺得 你怎麼可能去應酬什麼 頂多同學會 對 會利用他的正常作息去約會 就像你剛剛講 可能去買菜又回來 可是他回來之後 他就體力上沒有辦法 再應付他的老公 所以有時候 很多事情 女生體力 還需要體力 男生比較需要體力 沒有 而且我覺得 你還肌膚知青 我覺得有一種女人的情況 有一種女人外遇的情況 他回來會 真的沒來由的看你不順眼 對 開始念 你說如果女生有外遇 回來看老公不順眼 對 是喔 因為你真的是 比如說我們不是男生 就是他剛剛講的 女人一旦決定外遇的時候 他一定是一個很 很大的感情投入 所以他回來 他會看你覺得 怎麼還在忍受 我怎麼還在忍受 我怎麼會跟你睡在一起 所以這個二百五還認為 我今天做的跟昨天沒有不一樣 為什麼你今天對我這麼兇 你都不知道這老婆心已經不在了 而且男生跟女生不一樣 男生他會春風在臉上 然後忍不住這樣整個春風的 可是女人不是 他可能偷偷的笑 然後轉到你的時候 就那個厭惡的臉會出來 我覺得會 有一種情況是這個 所以他你老婆 就是出差一趟回來 就對你沒來由的發脾氣 你真的愛想 這回這個人 所以女生跟男生 他怎麼外遇不一樣 現在就講有一句俗話 講說女孩子 娘要嫁人 攔都攔不住 就是在婚姻這女的 如果一旦有喜歡的人的時候 你怎麼拉他都拉不住 他就是要嫁 有時候也會那種嫌棄你 所以嫌惡你的那種表情 這樣子 這是一種 可是坦白講 不是這樣的準則 是由於每一個女人 可是我剛回應你剛講的 就是說女人的外遇 很有可能 尤其他在外面 對不對 心靈肉 都得到滿足 全部都得到一種支持 對不對 那後來還真的覺得 我還在忍受你 這個垃圾 這個垃圾 對不起 德底 德底 其實你自己德底 男生比較厚道 男生有外遇是 什麼厚道 你們是次數取勝啊 外遇的次數那麼多 男生比較會隱藏 我覺得女孩子比較很難隱藏 因為我覺得相對就是說 我們很能忍 我們孤孤兒再一次 一次就很厲害 一次就鬆掉了 對 沒有 那是有差別的啦 男人跟外遇對象就是逢場作息 男人沒法再挑 所以他回來會覺得內疚 因為他還是愛他太太 但是如果你的太太 已經跟別人上床了 那表示他的心在那個男人身上 他沒有辦法跟外遇對象逢場作息 因為這樣比較少 對女人來說他不可能 他應該是要愛 所以他回來說會對你沒有愛 因為你怎麼還是那樣子 對 所以那種表情就會出不起來 而且女人跟男人 跟外遇睡覺 回來他就不想跟你睡覺 但是男人是兩邊都可以睡 三邊四邊都可以睡 所以我們說我們比較好照啊 對 你是後到 你是後到 好不好 你們是比較隨便的 說比較累回來也是 又 出來的時候愛做 你們是外面做做回來就不做 這麼兇事耶 那是在外面 我們是全新投入啊 你們男人就是 對啊 我們比較專情啊 對啊 逢場過程 可以啊 要做還是可以睡啊 在你啊 我們就算外遇也專情好不好 那也是一隻死魚子而已 死魚子忘了 就是有人講 男人是比較博愛啦 然後女人是比較專情 那這個要和諧 就是你的這個博愛 要限制在這個專情裡面 就比較不會出事嘛 對不對 可是通常都比較困難的一種情況 可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你說女人的外遇的那個蛛絲馬 你真的可以從她的情緒啊 或者是那種表情啊 對 她對你的態度 後來發現太太脾氣不對 還有 是有問題 因為有可能是更年期啦 不要這樣都害怕 女人那個是懊惱 就是懊惱的 那男人那個是 好像很虧欠那種很心虛 但是女人是懊惱 懊惱 對 她會很懊惱 她會一直怎麼弱 對 她會情緒所忠 她會覺得說 幹嘛要損掉自己 我覺得男人要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 她如果自己黏 自己… 自己陷 自己陷 你都要那個 覺得還滿開心的 柏片猛甲爆紅 讓大家開始有注意起萬華的美食 到底猛甲有什麼樣的歷史與美食 令人懷念的古早味小吃 要怎樣吃出裡面的風味 今天晚上11點 最精采的內容就在 新聞哇哇哇